同学们大家好 上一节课教了你们怎么样去用特效道具来制作这样一个背景 那么这节课我要教你们把这个小姐姐你看没有 这个漂亮小姐姐怎么这样添加到这个视频中 而且让她这样去走动的 那么首先我们要准备一张照片 我先关掉 准备一张照片之后 然后要给她进行一个抠图 把她的背景给她抠下来 我们抠图的话都用的是这个 美测视频这个软件 打开 没有下载的可以去下载一个 好点击跳过 这个好像一天可以抠三次是免费的 如果抠多的话 她可能就要收费 应该三次差不多够了用了吧 那我们点击 好打开之后 这里是不是有一个叫万物抠图 点击万物抠图 然后这时候找一张照片出来 找一张你们准备好的有背景的照片 好不好 我找一下 好这张照片用的是添加进来选中它 然后点击选择 然后小姐姐出来了 你可以直接用通用都可以的 你看到没有 下面有几个可以抠你的选择 我就直接用通用 人物的话点人物也可以 我点通用就可以了 点击扣度 通用也就说你 如果你不知道它是不知道你的是什么分类 你直接点通用 它会相当于很智能直接给你抠出来 看没有 这时候已经给你抠出来了 背景是黑色的 那我们点击保存到本地就可以了 那么这时候保存到本地 它就相当于直接给你保存到相成 你看没有 保存成功 点击关闭 好了 那这时候我们来到我们的简印 打开简印 点击打开简印 上一节课教你们做好的素材 这里是不是已经教你们做好了素材 那么接下来我们要把小姐姐加进去 那么就点一下中间 这一个下面这里一个叫画中画的功能 点击画中画 然后再新增一下画中画 OK 然后找到这里有视频和照片 它是照片 点击照片 这张是我们刚刚抠好的图 点击一下 选中它之后点击添加 好 小姐姐进来了 但是它这下面你看没有 有一条 直接有一条横线融入 就跟这个视频融入的不完美 我们 我们找到下面的这个叫蒙板 看到没有 用蒙板的方式把这个小姐姐 哎 更完美的融合进去 点击蒙板 好 点击蒙板之后 这里有线性 镜面圆形 举形 我们选择圆形 点击圆形 这时候哎 把小姐姐框进去 但是 它的范围太小了 我们可以通过手指这样去 扩大的方式 把小姐姐给它弄出来 是不是 扩大一点点 那么再有 这时候我们下面两下面这个双箭头 叫羽化 它非常的重要 就是你们要让素材 哎 和素材之间融合的更加完美 有一个过度的话 就需要拉一点点这个羽化 当然不要拉多 拉一点点就行了 拉一点点 拉一点点 让它过度的更加融合 然后OK可以 哎 你还可以把这个 我觉得还可以把它扩大一下下 把这个圆形再扩大一下范围 好不好 你们看一下什么是最佳效果 去调整一下就行了 打一个对勾 小姐姐是不是 融入进来了 那么我们这个 那么我们这个照片 给它调长一点 三秒钟太短了 因为是鼓风视频 我们让它出现的慢一点 怎么样调节照片时长 如果这样的话 你是调不动的 首先要点中这张照片 我给它拖一下它的尾巴 看没有 这时候是三秒钟 我可以给它调成四点五秒 四点五秒 哎 这里看没有 已经 同学们拿镜给你们看一下 是不是已经变成四点五秒了 那么接下来 接下来我要给它加关键证 让小姐姐动起来了 好 我们 我们点击这里 同学们 有一个关键证 你要选中下面这个小姐姐 之后才有关键证出现的 如果不选中 出现不了 点击下面这个小姐姐 这里这个关键证 给它打一下 这里就会出现一个红色的三角形 那代表你已经打上了 这时候我捏合一下这个小姐姐 捏合一下把它变小一点 然后把它放到最 哎 最左上角去放到这个位置 那么这时候我就 又同时手指去 螺一下下面这个视频条 放到中间这个位置 我再次干嘛 我再次给它添加一个关键证 然后这时候我就把小姐姐拉下来了 而且我给它 哎 变大一点点 然后到这里之后 我再给它往后面挪 挪到这里 挪到这个位置 挪到也就是最尾巴这个位置吧 挪到最尾巴这个位置 我再给它打一个关键证 看到没有 然后我这时候把小姐姐挪出去 同学们我们看一下效果 是不是 小姐姐动起来了 并且跑出去了 那我们接下来后面 同样的方式 同样方式操作 我们就 哎 不用每一个再去添加 直接用复制功能 选中前面这张小姐姐 已经做好的小姐姐照片 然后往后挪 下面工具栏 往后挪 找到复制功能 看没有 这里复制点一下 然后已经多复制出一个小姐姐来了 你看没有 那么这个小姐姐 我直接按住它 按住它 然后给它挪下来一点点 挪到这里去重叠 有一点点重叠就行了 但是不要重叠的太多了 错位相当于错位排列 那么这时候再哪一个 再复制一个 再选中这个小姐姐 再给它复制一条 OK 又复制多了 是不是 我又给它拉下来 拿到再下面一层 那我们看一下 看一下效果 后面这一个我再给它 后面是不是没有人物了 我把时间轴放到 这前面这个人物 刚刚好结束的位置 是不是 刚刚好结束的位置 这个位置吧 刚好结束 我再次给它点击一下 新增画动画 点击新增画动画 然后我再把这个小姐姐 同样的这一张照片给它 再次添加进来 添加进来之后 你记住 这个照片 要和素材对齐 如果没有对齐的话 你要给它对齐 看到没有 已经对齐了 那么接下来 小姐姐还是没有大融合 下面有一条横线 是不是不好看 这里一条横线不好看 让我们直接 选中它之后 找到同样的用到蒙版 前面用的是点击蒙版 前面用的是圆形蒙版 那我们这一张用 直接用线性就行了 点击第一个线性 然后小姐姐是不是 这里有一条横线 我拉一下横线 拉到这下面来 快要结束的位置 不要动了 然后拉一下这个箭头 语画键 拖一点点 看没有 小姐姐已经融合在这个素材里面了 那我们可以打一个对勾就行了 这个小姐姐可以 你可以放大一点点是可以的 那么接下来 我给这个小姐姐添加一个动画 往前面挪 这里下方工具呢 有一个动画 你点击一下动画 然后这个是入场动画 点击入场动画 往后面挪 我们找到一个叫 见显就是第一个 第一个见显 见显这个入场动画 选中它 记住 动画时常给它拉满 因为如果你们一般做古风的话 动画给它拉满会更加好看 好不好 更慢嘛 我们看一下是不是 这个视频 这个视频就已经做好了 其实但是我们要再给它 添加文字 点击 这里 这里是不是有一个返回键 点击返回键 文字在 文字在一级工具栏 看没有 返回先点一下 点击这个文字 文字 然后我们不用打字 这里直接点识别歌词 就行了 点识别歌词 点完识别歌词之后 然后干啥 开始识别 它会自动给你把字字目打出来 你只是要更改一下字体的样式就行了 不用自己打字 看没有 字已经出来了 那我们这时候干嘛 我们这个文字太小了 看都看不清 我们选中下面这里这个文字条 这个叫文字轨道 选中它之后 这里是不是有一个样式 点击下这个样式 好 点击下这个样式 然后我给它选一个 第二个花字点一下 然后找到最下面 最下面这个文字 当然你们可以根据你们的喜欢选的文字 那我给它选一个 一二三 倒数第八排 一二三四五六七八 这个文字 看没有 给它选中 文字是不是就变了 然后并且我再返回去 样式给它改一下 我可以给它变大一点 这个文字有点小 看没有 拖动一下这个下面这个正方形 可以让这个文字变大 然后我给它 换一个字体样式 古风嘛 那我们就用毛笔字 这里是不是有个毛笔字体 点一下毛笔字体 它就变成毛笔 像毛笔写的字一样了 然后接着下面这个同学们 我们看好了 这里有一个排列 这个位置 拿镜给你们看一下 好吧 这里有一个排列 点击下这个排列 然后这里有一个竖排排列 点一下竖排排列 等一下这个竖排排列 你看没有 这个文字 好的 这个文字是不是就出来了 我给它放到这个位置 我给它按住它 按住它就可以拖动文字了 把它放到这个位置 然后字体 你大小你可以随意 自己随意去调嘛 看到没有 这样去调就行了 把它移过来一点 我觉得应该 然后再给它加一个动画 点击这个动画 给文字加动画 点击动画 我们在这个入场动画里面 往后螺 我给它找到一个 嗯 给它找到一个叫 向右滑动的动画 这里 向右滑动 点一下 记得动画时长 给它拉满 然后打一个对钩 我们看一下效果 是不是 后面的字体 虽然说它样式变了 但是它并没有添加上动画 我们给它添加一下动画 像这个N你要也可以 不要也可以 没所谓 后面也是同样的方式 选中这个文字 然后样式 样式 同样都是用样式 然后点击动画 然后同样的都是向右滑动 每一个都是这样去操作的 好 向右滑动 然后拉满 因为这个动画 它是无法去批量添加 所以说每一个 你都要去选一下它 给它每一个样式 给它改成 改成这个 嗯 向右滑动 哎 是不是滑过 这里向右滑动 动画时长拉满 好 接着这个也是 选中 然后样式 然后是动画 然后向右滑动 动画时长拉满 然后打一下对钩 同学们 这个视频就差不多做好了 我们看一下效果 好了 这个视频就已经交完了 同学们你们学会了吗 再见 再见